全油管最快新闻 海浦瑞公布子公司在海外遭遇巨额电信诈骗的消息 涉案金额约1170余万欧元 超过了2022年十分之一的净利润 律师表示追回款项的概率很低 或许因为编长墨及何时效问题 海浦瑞表示已报案并配合警方调查 但结果上不确定 该事件显示公司存在财务风控漏洞 若款项无法追回 将对公司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此前多家上市公司也遭遇电信诈骗 但进展有限 海浦瑞可能申请介入 但受跨国法律和执法问题影响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